等车子走远了 乔子宁才握紧了手掌刀 王妃压根不需要王爷特地叮嘱 烟锥临走时 殷切交代 姚氏还领人扶了一路 可如今看来 他并不像是众人想象中的一般 柔弱无助 这匹自戎屠鹰手中 抢来的马 并不适宜于赶车 虽说是良居 却走得并不好 到了苏府时 已经耽搁了大半个时辰了 苏氏早就等得着急 见他一来 便连连向他识眼色 傅明华便心头有数了 之前 街上他与戎图鹰起冲突一事 看来不到一个时辰的功夫 便在洛阳传开了 他神色淡淡 将自己备好的礼丹取了出来 又与西都侯夫人 即围上来的众人寒暄 今日替苏氏开脸的 是他本家一个宗族长辈 他忍了半天 等到收拾妥当了 才得了机会 与傅明华说悄悄话 听说 你将荣大人的联络了 苏氏有些好奇地问 事情没有发生多久 但因为傅明华身份特殊 以及荣图鹰位高权重 深受迦安帝的宠信 便有人乐中于在贝利里 议论此事 苏氏也十分好奇 又有些担忧 荣大人如今地位健壮 又得皇室信任 你开罪了他 怕是他不会饶过你的 傅明华听了便忍不住笑道 你当我忍气吞声 他就会饶了我 他架了烟锥 荣图鹰便满心满眼地想着 要怎么对付夫妻二人 苏氏看他发笑 便不出声了 想想确实也是这个道理 他忍了这口气 荣图鹰也不见得放过他 他不忍这口气 也不过是使荣图鹰生气 对他仍是不会放过 总之 你多加小心 苏氏说了这句 傅明华伸手 替他压了压带好的假病 这个时候 担忧我的事情做什么 不如想想你自己 提到这个 苏氏顿时又羞又怕 你瞧瞧我怎么样 当初拜见娘娘时 你是如何装扮说话的 他紧张得浑身直哆嗦 手脚冰冷 眼中带着羞涩与期盼 傅明华就笑着道 巧妆出房门 明艳更动人 魏国公府的贺夫人 心情如何 你比我还清楚 哪用得着如此担忧啊 苏氏婚前 便对故事处处讨好 贺元慎的几个妹妹 都对他印象不差 此时却担忧 讨不了公婆欢心 可见是对贺元慎 分外看重了 两人说了几句话 外头便有人来唤 西都侯夫人有话 也要跟苏氏交代的 傅明华被一堆人包围在其中 众人或讨好或恭维 也有想要旁敲侧击 向他打听路上发生事情的人 只是都不大敢开口质问罢了 侯府之中 戎屠英的长嫂韩氏也在 看傅明华的目光 笑里脆了毒 听说秦王铲除异己 任人为亲 王妃可曾听说了 一群妇人坐在一起 韩氏率先开口发问 原本正说着话 脸上带笑的几个妇人 顿时被歇了声 不敢张嘴了 近来 烟锥遭人弹劾的事 都已经传遍了洛阳了 只是大家私底下说说便罢了 还没人敢当着傅明华的面提的 韩氏此时 当众问及此事 那就是有意 使傅明华难堪 众人都当 傅明华必定会羞肿难堪 却不料她只是轻轻一笑 低头看了看自己 涂了单扣的指甲 听说 容大夫人听谁说的 她漫不经心地抬起头 问了这话 任韩氏险些笑出了声 如今 还需要听谁说呀 洛阳都已经传开了 王妃对此事竟然丝毫不知吗 韩氏眼中露出讥讽 不软不硬地刺了她一句 我不管洛阳之中谁说不说 我只问容大夫人 你听谁说的 王爷铲除异己 任人为亲 皇上都没说 是谁说给大夫人听的 情况反了过来 她咄咄逼人 韩氏支吾着 说不出话来 之前还看着这场好戏的 几位夫人 眼中顿时露出慌乱之色 忙打着圆场 哎呀 今日侯父小娘子出嫁 又何必斗气呢 韩氏脸色震清震白 傅明华却并不善罢甘休 我在问大夫人 是听谁说的 韩氏便有些恼羞成怒 自己都已经没有再开口 忍气吞声了 她却仍不肯顺势下台 还用得着听谁说 洛阳如今谁不知道的 她有些恨恨地开口 傅明华却道 我不管洛阳谁知不知道 我只要听谁跟你说了这话 提及秦王任人为亲 铲除异己的 旁边的人便劝道 哎呀 只是道听途说 今日是苏家与贺氏 结两性之好的时候 韩氏气急败坏 被她逼得口不择言 一开口 便指了好几个 在场的妇人 听苏夫人说了 高太太也说了 她这话一说出口 被她点到明的 都羞得脸色通红 心中将韩氏 骂了个狗血淋头 嘴上却不敢出声 傅明华嘴角边 露出一丝浅浅的笑意 随即又被她忍了下去 做出冷淡的样子 忍了笑问 你们说了 啊不不不不不 几个夫人都连连摆手 直气地韩氏浑身哆嗦 一旁的人 身怕要起乱子 都连忙起来劝 将二人分开 才各自坐下了 经过这场插曲 便再也没有人 胆不知好歹 来傅明华这里 打听什么消息了 直到苏氏 被魏国公府的人 引走 启程回王府时 碧云才在车旁 与她小声地说 荣大夫人哭了一场 不到四世 便匆匆走了 荣家如今气焰何等嚣张啊 荣大夫人 无论走到哪儿 那都是如众星拱月一般 今日吃了傅明华的气 她捂着胸口 无论西都侯府的人 如何挽留 也不肯再留下来 傅明华听了这话 便微微一笑 大夫人真是如水座的一般 碧云低下头 忍了笑 回到王府中时 严书与她回话 说是今无谓的张寻 将今日冲撞了傅明华的侍卫 拉了回去 还说必定严办 傅明华喝了口茶水 又问及那匹死马 却见子更脸色难看 荣府的人 半晚送了两匹大碗马来 傅明华的眉头 便皱了起来 她让人送了死马至荣府 原本是要折辱的 可她收了死马 又再赠回两匹虎种马 旁人 怕是会赞她心胸开阔 为人大度 这个人 实在难以对付 她叹了口气 将杯子割下了 既然荣大人送了粮居 收下便是 朝堂之上 陆长元才弹河烟锥 不出半月 姚氏反应也很迅速 御使台中方静 则是上奏弹河陆长元 皇上 大唐尊儒书 以孝治国 皇上贵为天子 对太后亦是孝顺有加 陆长元此人 不尊孝道 请求皇上 废除陆长元的功名 彻其官职 使其归家 方静 性情耿直 敢于上见 他乃是 御使忠诚 王直岁的手下 与陆长元 同为八品 监察御使 平日无事 不能入殿 有事 才入殿上奏 龙椅之上 将家安帝听了这话 便微不可查地 勾了勾嘴角 哦 家安帝以拇指 扶了扶自己 腰间欲带 问了一声 方静便严肃道 皇上 这陆长元 乃是孝康二年生人 方静率先开口 殿中戎图鹰一戏 原本还满脸笑容 听了这话 就隐约觉得 有些不大对劲了 孝康是 前尘朝末年的年号 若陆长元 乃是孝康二年生人 那么 至今 他就应该 三十有五了 陆长元的妻事 至今未曾带下子嗣 方静说到此处 以苏颖为首的众人 顿时就要说话 方静接着却道 陆长元 虽有一妾氏 得了一子 却将妾氏 于血脉 至于隆兮 不闻不问 罔顾子嗣之重啊 苏颖等人 目瞪口呆 听了这话 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话 家安帝 家安帝 家安帝皱了皱眉 御史台另一位御史忠诚 郭世伦便道 这又何难呢 古人有云 谁无过 知错能改 便善莫大言 苏颖也奏道 臣认为 是陆长元将七世子嗣接回身边 细心照顾便是了 家安帝便点了点头 此时 朝中大臣争议一番 便将话题揭开了 度假里 陆长元听了此事 微笑着 送走了荣家 前来报信的下人 妻子许氏 使人打发了银子 将荣家的人送走 陆长元阴沉着脸 回到房中 婉展都摔了一地 他一天滴水未尽 许氏亲自做了几样饭菜 送到房中时 陆长元房里的灯火 却未点燃 老仆不敢入内 看到许氏前来时 松了一大口气 向许氏小声地提点道 大爷一天茶水未尽 脾气急躁 您还是多宽慰他一些吧 保重身体呀 许氏点了点头 眼里也露出点点忧色来 他扯了扯 披在身上的衣裳 温声道 我心中有数 你且暂且下去 过在外间 我与大爷有话要说 不要让旁人进来 老仆点点头 许氏则是进了屋中 陆家当初在陆西一带 也算是有些家底 陆父早年靠教书育人为生 在陆西一带颇有名望 只是传到后背手上 家境破落 幸亏当时太守姚焕智 对陆长元欣赏有加 时常赏他财物 才使他不致捉襟见肘 他中了进士之后 又投靠戎图英 进了御史台 谋了差事 姚焕智也没有与他生疏 许氏提了石盒 推了门进屋 他另一只手上还提了灯 昏黄的灯光将屋里的情景 照得分明 他看到了地上砸碎了 一地的瓷片 便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陆长元的性情稳重 向来不轻易大动肝火 今日看来真是气急了 才会摔碎了一地的东西 还不允许人进来打扫 唉 你来了 陆长元叹了口气 坐在书桌之后 伸手撑着脸 没有抬起头来 他与许氏夫妻多年 彼此对对方气息 脚步声都十分熟悉 他就是不看 也知道是许氏来了 许氏应了一声 将手里的灯笼挂好 又放了石盒在一旁 拿了扫帚打扫屋里 将地上的茶叶渣子 以及杯盏碎片等 扫了干净 许氏又提出去 倒了才会 看他书桌上一片狼藉 又替他将书桌收拾了 才摆出石盒 将里面几样小菜 剪了出来 平静道 无论如何 也该先将饭吃了 他轻抚陆长远的头 陆长远便将脸 贴近他的怀中 这是陆长远 最爱他的地方 他温柔而冷静 虽然容貌只是普通 但他与世不慌 颇有大家风范 所以两人成婚多年 依旧十分恩爱 从不红脸 陆长远也对他分外倚重 有事碍于他商议 听他意见 这会儿 也唯有许氏说的话 陆长远才能听进去几分了 他接过许氏递来的筷子 又看那盛了 满满一大碗的饭 便又摇头 这实在是让我 食不下咽呢 陆长远摆了摆头 放了筷子 与他说今日发生的事 朝中方静弹劾我 使子似流落在隆溪 不闻不顾 他脸上现出忧心忡忡之色 许氏便一下一下地 抚他的头 听他说心里的忧虑 你也知道文氏身份 我又怎么敢呢 若怀尘身份被人发现 我怎么对得起杨淑啊 他眼神阴沉 陆怀尘身份特殊 他实在很担忧 陆怀尘的身份 遭人发现 留不得信 许氏的神情也有些凝重 他在洛阳里 颇有美名 性情贤惠 当初语文氏姐妹情深 从不嫉妒年轻的小妾 与他和睦相处 与许氏往来的人 都赞他大度 又赞他育夫有数 陆长元身旁有年轻貌美的小妾 他其貌不扬 又没有子嗣 却能使丈夫疏远小妾 而对他十分尊重 实在是十分了不得的事情 可这一切不过是因为 文氏并非陆长元真正的小妾 而是早逝的陆阳叔 喂过门的妻子 他才没有粘酸吃味的 我知道 你是为了保护文妹 才将她留在隆心 如今 事情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 许氏问道 陆长元神情病了 摇了摇头 许氏忍了心中的慌乱 冷冷道 秦王的报仇 来得倒是快 说完了这话 他又提醒 老爷要小心 陆途秦王一到 冲淮尘下手 陆长元心情便更沉重 他怕的就是这个 养在他名下的陆淮尘 乃是他几年前 便意外死去的二弟 陆阳叔之子 陆家 与文家 乃是邻居 文氏父亲早逝 陆父便对文氏母子 多有照顾 那时的文氏 时常过陆家来 随许氏 学些针线 如此便与陆家人熟悉了 长大些 陆长元本来以为 他会与陆长雁定下亲事 却不想 最终确于 比他大了好些的 陆阳叔 有了首尾 陆阳叔意外深故之后 文氏有孕在身 为了全他名解 保住陆阳叔血脉 陆长元 才纳了文氏 将陆淮尘之子 记在自己名下 而使陆长元担忧的是 陆阳叔并非陆父亲生 乃是前朝 道地之子 晋王 杨元德的血脉 当初 太祖打天下时 晋王数次 与太祖作对 挡住了太祖 一统天下的脚步 太祖当时恨他入骨 定国之后 他昔日作孽的旧部 却仍旧隐藏于大唐 疆土四处 伺机而动 而当初 高辅阳的父亲 高世信 投靠的 汉东郡公刘达 便是昔日晋王 杨元德手下之一 当年的高世信 才举宾返唐时 打的也是 晋王旧部 刘达的名号 所以 太祖既晋王一脉 不容晋王血脉活着 就怕有一天 其旧部后人 以此为名 再次生乱 陆家 最担忧的 便是陆阳叔 有一天身份暴露 会招致大灾 陆父临终之前 拉了陆长元的手 殷切交代 让他不惜一切 都要保住 靖王的血脉 可惜最终 我仍有为父亲遗讯 使杨叔 死于奸人之手 您不要太过担忧 事情已过多年 当初杨叔 被父亲抱回时 知情者并不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